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主要的标准2防空导弹之外 也能填入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四方克山号CG52以后 其康德罗加级换装为MK41锤发系统 八连装共16组 合计128个锤发管 多于有6管需要安装海上再装填装置 故而实际有效锤发数为122单准 而阿利伯特级的MK41锤发管数为96个 考虑到海上再装填装置的需要 实际为90个 需要指出的是MK41间距发射多种反舰 防空 反导 反潜 退路攻击导弹 除了反舰的EX导弹 采用倾斜发射和进防的拉姆 采用多款发射器发射外 其他导弹均采用MK41锤发系统 如反潜的阿斯洛克导弹 中程防御的DSSK北约海马雀防空导弹 该导弹在MK41锤发装置上实现了一坑四弹的构型 而远程防空弹标准的话 专用反导标准三导弹 以及退路攻击型战斧和反舰型战斧均在MK41上有一席之地 可以说MK41是最早的通用锤发系统的发端 但唯一不足的是MK41只能适应热锤发 而不能实现冷锤发 这也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而就锤发尺寸来说 还嫌不小 基于MK41使用中暴露出的问题 美国设计了第二款通用锤发系统 即MK57先进锤直发射器 AVLF系统 该系统采用20×4连装锤发系统 虽然锤发数量相比阿利伯特级和提康德罗加级的锤发数量有所减少 但锤发箱的尺寸却相比MK41有所获大 其边长增加到71厘米 长度增加到7.93厘米 而自我国055大区的通锤的尺寸来说 其长度达到了9米 锤发箱边长达到了85厘米 与美式通锤不同的 是我国055的通锤 是冷热锤发通用的 除了055大区的大型发射模块外 还有052D的中型发射模块 其锤发箱边长是相同的 而长度减到7米 中型锤发也人用于052D7000吨排水量驱逐舰 除了大型和中型发射模块外 通锤还有一款小型模块 其长度减到3.3米 就055大区的排水量和其锤发单元的尺寸来看 可以说其锤发单元数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相比其康德罗加吉询两件 虽然锤发箱数量不足 但考虑到055大区的锤发模块的尺寸 可可以实现一颗一道四导弹的布置布局 基于055大区吹发模块的尺寸 未来还可以考虑板间弹道导弹上线 实现将对方航空隔离在数千公里之外 无所作为 而除了美国MK57MK41所具有的功能外 055大区的发射模块 也可以实现锤发折叠包装的无人机的考虑 或者巡飞弹 巡飞弹既可以作为导弹攻击 也可以作为侦察用途 应该说055大区超过100单元的通锤锤发选择 是目前万尊主战大区 其巡洋舰锤发中的No.1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